好像这些粥 这些枯了的粥可能也会有用的 我先回去看看 可以一直看原来有什么有用的 其实大自然很厉害的 所有东西都有用柴 枯叶 树叶 红树上的盐分全部都可以再循环 这枝很长 先拿着这么多玩 过去那边看看可以做些什么 好了 现在准备去做我的器具 好了 现在选择了粥比较干净的部分 先拿出来 好了 因为其实看到这里 这里是空心的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竹子的竹子 如果多切一点 连起竹子就会好一点 承受的力就会好一点 竹子就会好一点 没那么容易爆 好了 现在我继续搅在这边 从来都没有试过做一些类似木工的东西 这次真的是第一次上司 也挺有趣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说熟手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做一个营 当你很专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有些 例如你平时有些东西 例如隔壁不开心 又或者是 可能你工作上有很多烦恼 那些东西还没做好 你都会 你都会暂时放下一边 像今我很专心 我都会看看我会不会批到自己的手指 你会暂时把那些东西放在一边 可能手好像很累 但其实在精神上是放松了很多 再批一点边 它没那么刮手 那就差不太多 团体是讲求合作的 在Amy很努力地制作餐具的同时 我当然也要付出努力 不过能够在一片草地之上 灿烂的阳光之下煮这一餐午餐 我觉得我所得到的 绝对多过我所付出的 应该可以了 我们看看是否先淋了 要淋到通透 好 先小火 咦 搞定了 这次真是辛苦你 我做了一些餐具给你了 有匙巾 这个匙巾是你的 有匙巾是非常短贵的 由你做出来 特别矜贵 不过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方向呢 这个圆一点 这个就是厚 哦 即是让它不要刮到你 嗯 是的 这两支竹签 可以刮食物 是 还有晒纸 哦 好 那你一对我一对了 对了 平时吃午餐 我们大约会用少于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有多少人 真的用这个小时 很好品尝眼前的食物 在这个小时的时间之中 我们的脑里面可能是工作 手上可能是电话或雜质 视频这样的生活 我们的心灵又怎样可以安静下来 清楚地看清楚目前的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煮 我觉得通訓很好吃 多一点 多一点 你快点 享受完阳光下的午餐之后 我们就收拾行李 准备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这样就 现在收拾东西走了 好不舍得 之前很开心的 看到一个一个营 好像我们 每一家人都住得这么近 现在要搬屋了 有时候如果隔壁轮舍 搬屋也会有点不舍得的 现在有一种感觉 真是要执拾行装 要离别了 要离别了 哎呀 踩了一步 搞定了 谢谢 根据一项全球生活质素调查显示 香港的世界排名 只是排第七十 不少香港人看到这个报导 都可能会概括自己的生活质素 比很多国家的人差 埋怨自己的生活痛苦 不过我们有没有留意到 调查也显示 香港的排名 和往年的差不多呢 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之下 我们的生活质素 仍然可以保持 已经相当难得 其实我们无需透过比较 去决定自己 是否生活得幸福 着眼睛自己所拥有的 享受自己游的一切 这三天在郊外的生活 我体会到 原来只要我们放下执着 不要再致冤致艾 生活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 可况阴天总会过去 阳光灿烂的日子 就正正在我们的前方 现在我们前方的 就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 白沙澳 下一节 回来继续用心看世界 公天地 www.taoist.tv